新冠疫情下,国人生活不易 雪龙刺激之工为穆斯林照顾户送上礼包迎接开斋节 印度一穆斯林乌斯曼因一场意外无法工作 一家八口全靠妻子苏鲁西娜当清洁工为生 慈祭长达六年的陪伴 趁着佳节期间志工设想周到 别于以往大型发放,今年为了避免聚众 慈祭之工改为哀家哀户进行,并严守防疫SOP 亚新是华人穆斯林,原本健康已经不佳 加上疫情失业,更是雪上加霜 慈祭接护孩子学校提报前往关怀 今年第一次领取慈祭准备的礼包 终于可以安心过节 现在是疫情的时候,加上他们两个又没有什么收入 这个祝福来的给他们真的是很适合 也可以给他们是说减轻他们一点点的负担 趁着全球穆斯林欢庆重大日子 志工献上诚之祝福,让大爱跨越宗教,拉近彼此距离 麦代陈映曲,张贤逸和永康马来西亚报道